很多很多人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吐那么一口痰 有些人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喉咙里面总是有痰,吐都吐不完 特别是长期吸烟的人 特别是慢脂慢组肺的这一部分人群 那么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去化痰呢? 大家好,我是中医主治医师 何医生,观众为生,健康不瓜科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痰痘的问题? 那么何医生跟大家强调一点 处理这个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要分清楚寒痰还是热痰 那么怎么去区分,究竟是寒还是热呢? 何医生教大家三个方法 那么首先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看这痰的颜色跟它的粘不粘稠 那如果是痰是黄色的,很粘稠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都是处理热 如果是痰是白色的,很清晰 甚至水一样的带泡沫的 那这种一般情况下都是属于寒 这是第一个方面 用痰的颜色跟粘稠度来去判断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 何医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看蛇像 如果是蛇黄胎黄的 大部分都是属于热痰 如果是蛇淡胎白的 那么大部分都是属于寒痰 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看整个人怕冷还是怕热的这个感觉来去安断 如果一个人平时比较怕热 经常口干口苦 口臭 然后面红耳赤 整个人比较壮实 然后整个人很怕热 那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体质热的人群 那如果一个人平时 手脚冰凉 比较怕冷 吃冷的东西也不舒服 那这种大部分都是属于体质寒的人 这一部分人去可能 吃点西瓜 吃点一些瓜果啊 水果啊 都会觉得微不舒服 那这种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体质寒的 所以根据这三个方面来去判断 自己究竟是属于寒痰还是热痰 那么判断出来之后怎么去解决呢 那么之前的何医生着重给大家讲过这个寒痰的一个处理 那么寒痰的处理呢 以前何医生说化痰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行气 化痰的时候同时还要注意健脾 那么以前何医生跟大家分享这个二层丸 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那么这个痰热 那热痰怎么去处理呢 那之前何医生的视频下方也很多很多的粉丝在问 我不是白痰 我是黄痰 我体质热 那蛇红太黄 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黄痰呢 这个热痰呢 那么何医生推荐大家一个复方先竹立业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针对这个痰热的 那么其他的一些比较类似的 比如说氢气化痰丸 或者说 极致糖浆等等 都是有比较好的 针对这个热痰的作用的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个痰多如何去解决 我们再回顾一下 最关键的 要判断寒痰还是热痰 通过三个方面来去判断 一个呢就是痰的颜色跟粘稠度 第二个就看舌相 第三个就是看人 整个人是怕冷还是怕热 等等的一些症状的感觉 来去判断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何医生的视频 能够学到中医的知识 那么欢迎大家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学到真正有用的一些中医的知识 那这样子对我们的祖国医学 中医的这种科普也尽上自己的一份力 好的 关注何医生 健康瓜科 我们下期再见